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在海外的华人将来可能遇到的情况 尤其是比较亲中的华人 这里的中的话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而不是指中国人民,也不是属于中华民族 这个概念一定要弄清楚 在这里边的话,我先给读两条推文 这个推文是这样的 麦阿密丰田公司就在昨天开除了50多个中国员工 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中国员工召集起来讨论 发现几乎全是小粉红 硅谷某芯片公司昨天也开除了20几个中国员工 也是公司谈话,这些人的口吻全是CCP大外宣 我相信接下来在全世界会有很多中国人被强行处置 在纽约法拉圣的乔连同乡会今天就点到为止 下一个哈 FBI的雷局长2月6号指出 FBI正在调查上千件涉及中国在美国进行科技盗窃的案子 但他说这种做法不代表我们不该和中国做生意 不该接待来访的中国人士 不代表我们就不欢迎中国学生 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中国的行为违反了美国法律 我们不会容忍 这两条的话呢,我们就看一下哈 在这里边的话呢,迈阿密的中国公司给他们召集起来是问的什么问题呢 就说你们爱不爱中国呀 然后他们所有说的话,就是中国政府多么的伟大 就是多么好,就是一派 就是我们在网上知道了小粉红的那种表现是什么样子 小粉红一般会说什么话 然后他们就觉得,因为的话呢,美国有爱国法案 根据爱国,我想上丰田公司啊 或者是上芯片公司这种工作的人呢 很多都是已经入了籍的 入了籍的话呢,你就已经宣誓要忠于美国 但是呢,他的宣誓了之后的话呢 他还和中国政府有很多的联系 然后呢,也代表了就是那中国政府那种统战部啊 或者是宣传部的那种口吻 来帮助中国说话 而至美国这边的假 就是说,瞧不起美国或者什么 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 但是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意思 这样的话呢,就是美国根据爱国的法案说 你在宣誓的时候 你在入籍的时候宣誓你是要忠于美国的 而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还是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的话呢,我就有权把你给解雇 所以呢,丰田公司的50多个人 和那个一个芯片公司的20几个员工 就这么遭解雇了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就是FBI的局长 大家也知道了 这么多年来 中国的发展科技进步的话呢 有很大的成分上 是有美籍华人也好 留学生也好 访问学者也好 或者是 有些还竟然是美国人 偷窃了很多的那种美国的科技 所以的话呢 科技成果吧 到中国去开公司 或者是给美国政府 这样的话呢 所以呢 FBI呢 就调查 正调查上千件 在中国进行科技盗窃的案子 所以这和我们普通的 海外的华人的话呢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只是告诫大家 现在的话呢 美国和中国正在逐渐的脱钩 中国也在脱钩 美国也在脱钩 就是说将来的话呢 就是两个不相干的世界了 以前那种的话呢 就是两面都通吃的那些个华人 比如说盗窃科技的也好 或者是某些个商会也好 还有某些个侨领也好 或者尤其是某些个 叫什么贾牧师 就是教会里的人士也好 还有一些媒体也好 其实都是从中国拿钱的 大外宣啊 或者是国安部拿钱的 这些人的话呢 就是既享受着国外的福利 享受着国外的好的空气 医疗各个方面的 然后呢还想着在中国赚钱 这种人的话呢 如果比较严重的话 有可能会入狱 或者会被遣返回中国 如果轻的话呢 有可能会遭解雇 或者是说受到别的方面的处置 所以作为我们普通的华人老百姓来说 大家就只要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 涉及到某些个 我们也不亲美 不叫不亲美吧 我们呢不要替 如果你想好好的在外边待着的话 我只是说这个事情 如果当然你想回国 你想回中国大陆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可以去做维护那些的事情 如果呢 你还想在海外待着 比如在澳洲也好 在美国也好 因为这是美国 发生在美国的事情 因为澳洲的话呢 和美国就是属于五眼联盟的国家 只要是美国做出了这件事情的裁决 澳洲肯定会跟上的 以后这一步一步的措施会越来越严 就是属于那种叫两面人吧 两面通吃的 就是说叫离岸爱国 我在这边又买豪宅 然后又想成了西方一切的这种 科技文明成果 但是呢 我还要在中国赚钱 我还要爱国这种人的话呢 将来以后肯定会受到惩罚 就是那种比较严重的吧 我说是那种侨领之类的 或者就是某些媒体行业的 尤其像什么今日悉尼啊 今日澳洲啊 这种将来肯定 我想它的结果不会好 尤其是某些个同乡会的 就是某些个国内的领导人 过来说的 我要去领事馆去接见 而且对和中领馆 密切接触的那些个人 因为现在的话 美国已经在处置这些事情了 估计澳洲也会跟上 英国这些也都会跟上的 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 只能说就像婚姻当中的吧 就说的 我又要叫什么 享受着婚姻的那种老婆 给我带来的好处 有着婚姻的美满 我还要在外边再踩着一个 脚踩两只船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这些个人的话 将来也不会有好下场 我只是说 只是轻度参与的 或者只是在口头上的 那些个的人 你在微信上也好 在群里也好 这种的言论的话 就要加以自我克制了 不要再那么发表某些个言论了 这样对你将来没有多大的好处 我这边的话 我既不是站在澳洲政府的立场上 我也不是说的 要舔美呀 或者是舔澳啊 或者我只是说 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 我只是给你的个忠告 就是说 我们毕竟说 只是为自己 或者将来自己孩子 有一个好的生活 那种东西 我们就不要参与 以前赚了大钱 通过这种方式 赚了大钱的那些个人 他将来 有99%的可能 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只是说脚踩两只船的这种生 那个日子 那些个人 那些个两面人 就是两面的好处 都捞的那些个人 然后 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好 今天的就到这里 拜拜